博物馆跟上时代的潮流 推出了民众相当喜爱的漫画 我们来看台中国立台湾美术馆 就以台日漫画为主轴 推出了精彩可及的展览 有兴趣的动漫迷 不要错过 帅气拔剑COSER扮演清朝时期的荷兰长官 诠释台湾本土漫画1661国性来袭的角色 动感逼真 日本漫画风之谷里美丽的公主纳乌西卡 同样来断唯美感十足的角色扮演情境 替国立台湾美术馆推出的 渗透次元笔台日漫画美学当代艺术特展 带来精彩序幕 这次的一个特展的核心 我是使用关心美学来去思考 漫画它已经不是一个出版品 它其实是在建立一种就是关系 那这关系是什么呢 可能是漫画家跟读者的关系 可能是读者跟读者的关系 也可能是漫画家跟这个社会 不只博物馆推漫画展 近几年来文化部也将动漫产业 列为一个重要的辅导对象 同时在台北成立动漫基地 提供优秀年轻的本土漫画家 能够有更多被看见的机会 最近几年文化部也非常鼓励 不只是把漫画这个 这样的一个等于说媒介的 这样的艺术列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辅导对象 都是你看成立这种漫画基地 浪年轻人有同一个创成机会 这次的渗透次元壁台日漫画美学 当代艺术特展 以28组台湾及11组日本艺术家 或团队的作品为主轴 要让参观民众仿佛置身于 漫画世界的二次元当中 人间卫视里一如黄胜泉台北采访报道